一哥们自驾去西藏的时候 闹了个笑话 他们一行人走穿藏线 到邦达草原的时候 停车休息拍照 这哥们看到一个年轻的藏族姑娘 蹲在地上 很害羞地向她微笑 这哥们以为这姑娘向她是好呢 然后就走到姑娘面前搭讪 结果这姑娘起身撒腿就跑 同行的老司机急忙上前拦住这哥们 到后来我们才知道 原来这位藏族姑娘蹲在地上是在方便呢 可能没去过西藏的朋友们理解不了 怎么会随便在野外方便呢 但是你要是来过一次你就会明白了 因为很多藏族同胞根本没有厕所的概念 也就是说以大地为厕 西藏有三大怪 其中有一怪就是厕所随身带 今年九月初雪顿节的时候 我在公路两边看到很多藏族女同胞 很随意的就蹲下来方便了 而且当时公路两边都是人来人往 想想也能理解 藏区地广人兴 吉白里也见不到一个人 根本就没有厕所的概念 那及时就地解决 反而如果你偏偏要去见一个厕所 可能更是让人奇怪 上次跟个在川藏县建厕所收费的人聊天 他们说他们那集的时候 从不到厕所里面上 这些厕所都是专门给欧客盖的 不要觉得奇怪 每个地方的习俗都不同 记得尊重一下当地生活习俗 不要造实闹了 一个大笑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